台鐵太魯閣號出軌事故現場 哀鴻遍夜宛如人間煉獄 坐在第七車廂的羅家三口 雖然幸運逃了出來 但跨過屍體逃生的震撼 讓他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跨過大體逃生時 只能跟往生者連身說對不起 女兒晚上不敢睡覺 太太則是目睹失手分離的慘況 又吐又哭 羅先生為了老婆女兒 只能強迫自己打起精神 一家人在7號辦理出院 他先帶女兒回北部 繼續上班上學 老婆要追骨折 需要休養三到六個月 目前轉越到衛福部台東醫院 方便台東的親友照顧 另外也有許多家屬 第一時間聯繫不到 在火車上的家人 只能透過新聞獲取資訊 那種驚慌失措 讓李先生永生難忘 真的是很慌啊 因為事情一出來之後 他的死傷人數 其實一直在往上升 人在廈門的他看到新聞 趕緊向公司請假回台 心中的慌張直線飆升 沒想到幫家人搶到車票 竟是噩夢開始 像搶到這四張票的時候 覺得自己很順利很幸運 結果沒想到是這樣的結果 那讓人家覺得很悲痛 擔心受怕好幾個小時 終於和妻子小孩聯絡上 讓他總算能暫時放下心中的大石 不少人家庭破碎 但看到李一翔直呼自己人生悔了 讓他忍不住也發文痛批 李一翔在現場冷眼旁觀 時候態度處理消極 讓經歷過生離死別的傷者家屬 根本無法接受 記者劉己嬌 蔡瑞三花蓮採訪報導 記者劉己嬌